李占英先生 1971年生于河北省永年县区墨乡瑶子营村 自幼席恋在本乡流传的杨班侯遗兄弟教联堂传播的 秘传杨班侯太极拳 为该拳第五代正宗传人李竹林大师的嫡系传人 他天资聪颖习义勤奋 接受了秘传杨班侯太极拳 接骨接肉接皮接义四步功法的严格训练 在中和通透内进发放方面读书一致 后又拜杨士太极拳定型者杨成甫之外孙 赵宾大师为师 系统地掌握了传统杨士太极拳 剑 刀 枪 推手等技艺 尤其是将正宗八十五式杨士太极拳传统套路 与秘传杨班侯太极拳融会贯通 深沿理论与技机 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 形成了中正大雅 魂缘贯通 弹力蓬勃 气势雄魂的权益风格 1995年 李战英先生在二十五岁时 就成为了华夏邯郸阳市太极拳研究中心的会长兼总教练 是当时全国太极界最年轻的会长 被邯郸市体委 市武协命名为优秀太极拳师 被中国太极拳大百科收录为古今太极拳优秀人物 曾辗转授权于西安交大 西安理工大学 湖南郕州 内蒙古包头 甘肃兰州 河北武安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 山东 河北邯郸永年等地 李战英先生修为深厚 权益精湛 在将近二十年的授权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目前正于第十九位入室弟子赵存宝先生编辑整理 永年曲末秘传杨班侯太极拳一书 此举将填补杨式太极拳谱的一段空白 并为我国的太极拳事业做出贡献 副赵存宝老师为李战英先生的提诗 少时励志一上五 东炼三九下半数 弘扬太极显国威 永年战英无反顾 好 咱今天呢 接着单边往下讲 提受上式的动作 从单边开始 左弓部 这个弓部呢 是一个典型的侧弓部 所谓的侧弓部 也就是说身体不是正对正前方的 两肩两胯 它不是正的 是要求呢 身体自然的侧向 斜前方 但是前边公部的膝盖和脚尖 它仍然是正对正前方 眼神也要正对正前方 只不过是两肩两胯 是自然的侧向前方 右手勾手 右手勾手 腕部突起来 掌心空旋 五指内隆 然后左手 沉前进肘 坐掌 掌心侧向前 眼神要通过中指尖 往正东方注视 后手的位置呢 要放到脚尖和脚跟的二肥之一的正上方 不能对向脚尖这样打 也不能过意向后的开 与脚跟方向上下一致 要在二肥之一的正上方 左膝盖 要攻向脚面的二肥之一处 从上往下照 是二肥之一处 要做到无过不及 不要与脚尖冲齐了 这样也不对了 这样练的时间长了 膝盖会疼的 要让它 也不要 与地面垂直 小腿呢 有的 做成了与地面垂直 显得呢 不到位 一定要让它 冲着脚面的二肥之一处 开始 踢手上势 左脚的脚跟位轴 脚尖微内扣三十度 同时 右手便掌 指尖微翘 不要搭了 感觉 右手指尖的劲 和左脚 要有一种 节节贯穿 支撑的感觉 然后 沉肩俊肘 慢慢地 把身体的劲 续到左脚上去 同时呢 两手 俊肘 把两手收到 两肋旁前 右手温高 左手温低 要保持立身 中正 安舒 支撑把面 不要歪 还要正 然后出手出脚 然后出手出脚 出手出脚 打出去 这个定时要求 右手 做掌 指尖 与鼻尖的高度一样高 然后指尖 与脚尖 要上下相合 要做到三肩 相对 在一个平面上 不要开了 不要往这边 左边开 右边开 都不对 要做到 在一个平面上 左手做掌 掌心对向 右肘的臂弯处 右膝盖 要自然的 向前 与右脚尖的方向 一致 不要向内歪 要一致 好 把这个踢出上势呢 翻过来 再做一下 左肱部 单边 转身扣脚 三十度 后背 要撑开 撑圆 不要向后张 做到气贴背 脸入脊骨 身体的重心 移向左腿 移重心的时候 要注意 变转虚实 虚留意 气变身躯 不收治 怎么注意 变转虚实呢 也就是说 身体要保持中正 安疏 支撑把面 慢慢的 打出去 不要出现这个情况 在移重心的时候 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 撬腿 就是腿部呢 撬起来 然后打出去 这样是错误的 靠身形的破坏 表现出太极拳的清零 这就犯了 这就犯了严重的错误 一定要 还要保持 文旅中正 神灌顶 刻刻留心 在腰间 腹内松净 气腾然 保持腰是松的 腹部 还是松的 然后 顶劲领起来 这样才能往下进行 这是提手上势 提手上势的定势要求 前面的脚跟 点地 脚尖撬起 一平拳的距离 不要撬得太高了 不要撬得太高 两胯跟 要往回收住 不要往前挺胯 也不要撬屁股 它是一个 提打的动作 从底下 和 提 往斜上方 提打 它是 一松 松到左脚上去 从左脚上 再发出去 看它的快动作 收 发 收 发 这是提手上势的发力 好 接着呢 讲白和亮翅的动作 须部 脚跟点地 右脚 右脚放平 左手 微开 然后 收右脚 右脚的脚跟 脚尖 慢慢地 收回来 同时 把右手 把右手 收回来 然后 右脚 原地 踏出 也就是说呢 刚才脚跟在什么地方 还 还要 迈向 这个地方 然后 内扣 三十度 保持立身中正 松腰胯 事事 随心 魁用意 得来不绝 费功夫 每一举动 都要保持立身的中正 腰胯的放松 顶尽的上领 也就是 行公新节所说 精神 需提得起 则无 持重之处 精神一定要领起来 腰当劲 要沉下去 挤出去 这个定时要求 右手 躯臂 东西 要横 后背 撑开 两臂 撑圆 右手的高度 右手臂的高度 与胸的高度 一样高 不要与肩 一样高 右肘尖 右膝盖 右脚尖 基本上 从上往下看 是三点一线的 不要向后歪了 也不要过度的向前 基本上 上下一条线 然后 重心 慢慢地交给右脚 腰胯 温温地右转 带动 左脚的脚跟 脚尖 依次提起 身体 身体 要稳住 慢慢地 慢慢地 腰胯左转 脚尖点地 两手上下对称 成白和亮翅的定型式 这个定型式要求 右手臂 沉肩 进肘 掌根 向上撑起 不要向后掌 要往前合 放到额头的前上方 左手做掌 掌心向下 放到 左腿的外侧 指尖指向正东方 这是白和亮翅 左脚的脚尖 须点地 在身体不动的情况下 左脚 可以伸缩 自如 不要让你说 不要让你往后收脚 你身体 仰一下 收一次 再让你收一下脚 又仰一下 又收一次 这就没做到叙事分清 叙事分清的情况下 是身体不动 脚 伸缩 伸缩自如 好 我翻过来呢 再把 白和亮翅的动作 再做一下 提出上势 两膝盖 自然地称开 称圆 右膝盖 对向右脚尖的方向 然后 右脚放平 左手 右手微开 右脚的脚根 脚尖 慢慢地提回来 往回提的时候 头不要起 也就是说 全类中所说的 无时 有突傲处 突就是往向上的意思 不要出现 起来了 然后脉步的时候 又落下了 攻步的时候 又起来了 然后定射的时候 又落下了 这就叫 有突傲 要保持身体的 重心 基本上 在一个平面上 不要有 忽起忽落的现象 提出上势 然后 左手微开 肘尖 要撑开撑圆 掌根 向外撑开 远离身体 不要离身体太近 然后 抱求是 踏步 原路踏出 内扣三十度 弓步 右肘尖 微起 然后两手 手臂合住劲 弓步 挤出去 挤出去 刻刻留心 在腰间 腹内松静 气腾然 移重心的时候 腰胯 旋转 带动脚 慢慢地提起来 然后把身体稳住 两掌 慢慢的 慢慢的 上下 对称 称白克亮翅的定型式 白克亮翅 它的攻防含义呢 主要是一个 对方 左手来攻击我 然后 我右手捧架对方 抢住对方的内向 然后提心 攻打对方的面部 它是一个典型的 抢内向 攻击对方的内向 它的快速的做 是这样做的 这是白克亮翅 从侧面看 公布 白克亮翅 一定要 墙内向 墙内向 好 从白克亮翅 接着往下讲 左楼西奥布的动作 左须部 脚尖点地 两胯收回 脸颓 要保持 要保持 文旅中正 神灌顶 满身轻力 顶头旋 刻刻留心 在腰间 腹内松静 气腾染 白克亮翅 白克亮翅 右手 翻掌心向里 向后 然后 顺肘下落 左手 左手提起来 两手 形成铝的姿势 这个定式 这个定式要求 左手指尖 高于手腕 手腕 高于左肘尖 节节松沉 右手高度 要低于 左肘尖的高度 不要太高了 两手形成铝的姿势 然后 两手随腰动 转腰胯 去左臂 远转的 把右手提起来 然后侧身踏步 褚膝 拧腰 公布 推掌 同时到位 再看一遍 这边呢 从后边看 从白鹤亮翅开始 右手 沉肩俊肘 节节松沉 往下落 当右手 向后提起的时候 要做到 要做到 手与 足合 也就是说 右手牵引着左脚 把左脚提起来 身体保持 立身中正 然后侧身踏步 左脚 领着右手 领着右手 左手 向前走 右手去臂 然后 褚膝 拧腰 功布 推掌 同时到位 做楼西腰部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 蓄劲 如张弓 发劲 如放剑 要把这个劲 整体的劲 合到一块 就像一张 蓄满劲的弓一样 然后发的时候 做到 骑一根在脚 发一腿 主宰一腰 肩催肘 肘催手 节节冠穿 把右手臂 推出去 他的快速的动作 是这样做 这是楼西腰部 楼西腰部 一定要 同时的走 不要先公布 再楼西推掌 这样是没力道的 也不符合 力学的原理 它散了 它没有做到 节节贯穿 没有做到 移动 无有不动 好 把这个 楼西腰部的定势 讲一下 从正前方看的话 我右脚 脚跟 它的前后这条线上 那么我的左脚呢 要横开 一间宽的距离 然后 两肩 两胯 是正对 正前方 左手搂开 右手 沉肩俊肘 坐掌 右手 右手掌根 要冲向右肩头 和中线的二肥之一处 从前边看是在这个位置 不要偏向了 不要偏向了中线 不要对向了自己的尖头 这样的是散的 这样的劲儿 走的就过头了 要做到无过 无过 不急 放到中间位置 这是楼西腰部的定势 好 但接着往下讲 从 左弓部 这是一个典型的 左正弓部 楼西腰部 将手昏琵琶的动作 手昏琵琶 是一个 左须部的动作 左搂西腰部 左手搂开 搂到膝盖的外侧 右手 沉肩俊肘 坐掌打出 掌心侧向前 不要正了 手 不要伸得过直 权力中所说 劲儿 以曲续 而有余 要让 肘尖 要往下 顺住 有一定的弯曲度 然后 往前移重心的时候 要想一下 就像 水 在地面上流动一样 慢慢地 松腰胯 往前 一点一点地 起脚跟 起脚尖 跟半步 而不要做到这样 心浮气躁 往前跟半步 气 都用到胸肩 上下 脱节 头重 脚轻 脚轻 这样是不对的 要做到 劲儿 慢慢地 松腰胯 顶劲儿 领起来 腰胯 松下去 然后 腰牵引 后脚往前走 同时呢 腰又起到一个主宰的作用 腰把右手再吹出去 一个是腰带脚 一个是腰吹手 也就是太义权论中所说 十三总是摩青事 命一源头 在腰际 所有的动作 都以腰为主宰 腰框往前送 带脚 这是一个引劲儿 然后移重心 开当 所谓开当呢 就是两膝盖自然地打开 就像不倒翁一样 保持底面积加大 重心降低 顶劲儿领起 腰胯松下 就像不倒翁一样 头轻 底下重 所以要求太义权要求开当 是这个意思 主要是把地面 底面积呢 加大 保持身体的平衡 伪定性 好 再把这个 手昏琵琶 再讲一下 它要体现出四个劲儿 引化拿发 腰胯松松地往前 引 化 化的时候 要把整个身体的劲儿 节肌松沉 松到右脚上去 然后 腰胯温温地下沉 拿住 然后才有一个发的过程 发 这是引化拿发四个劲儿 我表现出来做的话 它就是这样做 左楼西药部 跟半步 引 化 拿 发 它是四个劲儿 引化拿发 好 我翻过来呢 再做一遍 从左楼西药部 保持立身中正 变转虚实 需留意 留意 不要趴 然后节节贯穿 松到右脚去 然后腰胯沉下去 然后再发出去 这个定时要求 左手指尖 与鼻尖的高度 要一样高 指尖 要对向脚尖 不要偏向里 要上下 要相合 然后右手 掌心对着左手的 左肘的臂弯处 后背向前合 腰胯向后收 要做到前进之中 必有后撑 命门向后拖起来 撑住 手往前送 而不是整个身体 往前跑 就像炮弹 一个大炮 发射炮弹一样 子弹是往前走的 它的底座 是向后 向下沉的 形成一个 作用力 与反作用力 所以说 太极圈讲究 前进之中 必有后撑 有前即有后 有左即有右 它完全符合力学原理 看这个手昏琵琶 发 发 它的身体是向后 同时的 向后坐的 而不是都往前走的 一定要做到 往后下沉住 这是手昏琵琶 就是一手牵引对方的手腕 一手控制对方的肘尖 反关节 把对方的打出去 这是手昏琵琶 好从手昏琵琶 接着往下讲 左右 左 搂膝要步 左须部 脚跟点地 然后左脚放平 左手 左手翻掌 两手随腰动 转腰胯 提起来 侧身踏步 左手 左手掌根的劲 要于后脚 要节节贯穿的对应上 不要松懈无力的搂出去 一定要 给后脚对上 它才有搂的劲 通过腰位主宰 节节贯穿 捧住劲 然后才能搂推 再来一遍 左脚放平 转腰胯 侧身踏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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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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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